大家好,我是Chris今天说一件事 在英国分享,移民英国如何找工作 有什么工作机会及求职方法 为什么我又要说这些话呢? 话说我有个听众,今天我坚忙 今天我又讲Chris的陈柳出租 未讲论文章,今天还要讲英国找工作 还有为什么最近要讲找工作呢? 因为有两个YouTuber走了 很多猜测,我会再慢慢讲 今天Chris真的坚忙,因为拿陈柳出租 跟租客签合约,聊一段时间 然后我又有两个听众 又说做Amazon路选 两夫妻都有路选 基本上我就上去家跟她做 老公就肩膀痛 做完立刻,不痛了 老婆就是网头手 做了什么方法,舒缓网头手的方法 搞得我都搞得很硬 我刚才才回家,我坐在这里 8点半了,我真的搞得很硬 真的很忙 真的没办法 我觉得我应该很忙 哈哈哈哈 我还有一个听众跟我说 为什么你应该要学一下 学一下别人做YouTuber 我跟他说,为什么要做YouTuber 第一句我都这样说 Chris哥 我不只是懂得拍片 哈哈哈哈 说真的 为什么呢 我的听众 找到我的 说真的 去找我的体证 在职打 骨头上网 基本上 每个人都知道 什么是有料到的 不用说了 我说真的 你不信 你自己走上我自己的 Google 网页看 评论 这些 我从来没有叫别人 如何付出 什么分 今天我不再多说 总之 我听众常常叫他 如何有效 營運 KOL 我收到 我好像有点对牛 谈琴 因为我不是一个KOL 哈哈哈哈 所以 不好意思 浪败了你精神 在我身上 说到今天的内闻 今天的题目 为什么要说工作 话说 这位朋友 走了 很多人都说 今天 某军出了一段视频 他的朋友 他朋友出了一段视频 说他怎样走 其实我不是想说 我也没有打算 冒犯你这两个KOL 很老实说 只不过是 我的同 听众 只不过是 只不过关注他 举他的视频 告诉我 我忍不住 又是白卦 好像是白卦 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意 白卦 看看他说什么 我都看了 就说 关于工作问题 他说 这位朋友 我不说什么名字 这位朋友 大家都知道 他又说 这两个KOL 是一个外卖仔 想做外卖仔 但外卖仔 还不想他 他也是因为工作问题 而立刻觉得 英国是一个 没有机会工作的地方 其实我还没看完他的内闻 很快速看了六成 很快速 因为我真是健忘 不好意思 我可以分享一些 在英国找工作 但我真的没有找过工作 对不起 为什么呢 原谅Kris哥 真的没有在英国找过工作 但我没有找过工作 不是代表我不知道 因为我的客户 全部都是老闆 有部分是找工作的 老闆也好 找工作也好 我也懂 所以我知道他们找工作 是什么要求 就是上海战的外卖仔 想做外卖仔 那些人说要用MASTER 但是我一直说 没可能 那些客户 全部都不是做外卖 做食物 那些都不用用MASTER 有什么理由 做食物要用MASTER 所以 大映知是流料 所以今集 就分享 在英国 宜英 讲一讲 工作方面 分享 也有个听众留言 水邪村 那么长 就说 那些人说 那些人说 那些人要用KOL 那些人说了 我说了几句 其实我不是很想说他的 但是我看到大家 很关心这个KOL 我真的覺得大家都很關心 我講完他的內文 再講我對這裏找工作的見解 再講內文 他走到台灣第二個月 已經出表說老婆不適應 因為沒有工人 老婆在香港不用做家務 而不習慣沒有一份穩定收入的 江會過月可以看到 全節銀碼增加 但在台灣兩年老婆沒有適應 沒有人工的日子 老婆有沒有不適應 有沒有不適應沒有工人 沒有人工日子 如果不適應的 那還去英國 如果適應沒有工人 而且在英國兩夫妻可以找工作 未必的 你要看小朋友未必的 我真的說真的 老公又會開車 應該可以慢慢設定 但台灣一定被迫住做生意 台灣屈爆你 所以我經常說 台灣是甚麼 大家心裡有數 你便是九菜 另外 LTR入境 2023年已經兩年半 很多人分享經驗 復毀 之前他有些心理準備 他又說自己 今次來到英國 比上次去台灣做得主動和積極 去找不同的專業 還有做生意 這裏我要討論你 不同的專業 你知不知道 就算你在香港有學歷 我實在是真人 讀老師 有兩個香港老師 現在在英國都在做外賣仔 都是在開車 幫人做外賣仔 你跟我說甚麼學歷 你跟我說甚麼專業 你這個專業 是否在那裏承認你 我不是說你不厲害 我不是說你學歷不厲害 我不是說你學歷不厲害 每個人都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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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有這麼多人 為何我要請你 剛剛走下來 一兩個月的香港人 我不是說真的 你不要讓我笑歷不厲害 我真的不是說笑 我對著任何人都這麼說 我對著任何人都這麼說 我自己在香港讀過大學 又說自己想 如果我要在英國考個電工牌 應該沒問題 我也相信沒問題 但問題是 你會不會做 因為很辛苦 我不會覺得你考不了 辛苦 而且你不會回頭 我會說真的 這個KOL也好 這個KOL也好 因為他們正在做一個網絡紅人 即是網紅 你會不會有一天 看見他做電工 就像這個 拿著電筆去你家做電工 會不會 不會 他自己的房子 他自己的房子 說真的 對不對 好像這個也好 我不知道他在香港做甚麼 他會不會 在那裏開貨車 有一天看到他 我叫一個人開車 我看到他不是你 你會不會 都不會 你明白嗎 所以 我不是說他一定不會 首先 我不認識這兩個人 我這樣說 正常來說 不會的 你未必感到自己的心 好像我剛才跟你說 我朋友有兩個MASTER 又如何 因為 不是說他學歷不承認 他兩個MASTER 在英國都是称到榮譽學位 都給不到他MASTER 是啊 我不怕告訴你 又如何 但因為他年紀太大了 他好像六十三四歲 你明白嗎 称到學位又如何 人家都不會聘請 說真的 年紀太大 你明白嗎 人家不會聘請 即是怎麼說 年紀太大 快要收皮的人 做了十年退休嗎 我訓練你五年 即是 我聘請你的金結師 我訓練你五年 你再做多五年 頭尾 十年 退休嗎 人家有資源 我訓練你二十年三十歲 還要聘請你 打一份報紙 說請長工 很多人排隊 排到尖沙咀 我真的說真的 不是困難的 我說真的 所以我和所有香港人說 你在英國做電腦 反而還有機會找回本來 做電腦 是可以的 金融 我看過有幾個都可以 是不是全部可以 我不知道 因為我認識金融的人 不是太多 但是 有機會的 金融也是有機會的 電腦多數都可以 我上幾集都說過 你進入自己的工會 找路數 進入工會 進入工會之後 就當自己有 這裏應該是玩工會的 香港好打得又如何 你來到這裏 你也要進入工會 人家都會當自己有 尤其是工會 不是說你有學歷 走去敲門 它是讓你進入的 這裏很困難的 是呀 說真的 你給我錢賺 我也要想想 我收不收你 很困難的 說真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 英國 你有學歷 我無力撞 就這樣 就這樣 撞到撞到撞到 也不是的 Cris哥也跟你說 我有何理由 我做了認證 又如何 我帶了時間 我進入工會 考完試 都要找兩條傢伙介紹 這些是公平嗎 這些是甚麼制度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制度 人家規矩就是要這樣 我要你有兩個相關專業人士的 說得好聽的 叫邀請 說得好聽的 叫擔保 才可以讓你進入會 說完 是嗎 人家的制度是這樣的 你要在人家的制度 可能要做一些 做回以前的行業 或者更加專業的行業 人家就是玩 衛奴嘛 那堆人 就這麼簡單 所以說完 所以 香港好打得 又如何 來到這裡 你真的要預了 打打打打打4 打打打到7折 不見了 只剩3折4折 在那裏 我講真的 做得回本行 我在香港做醫生 在英國做醫生 那就那就好 我都覺得是 我都覺得你好 我真的 如果不是 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不是自己擁不擁論問題 就像我剛才說的那些濕溝工會 每個人都說要找兩個屌子 入了一個會的介紹你的 我哪有這麼多朋友在這個會的 對嗎? 你有學歷又不一定入到 又要考試 有些人不需要考試的 有些會要考試 我當我考試個個都可以了 考完事就得了 又要找兩個屌子 自己有介紹 唉 你沒有上課 人際網絡也是搞不定的 我抗爭的 所以我跟你說一件事 鄉下流動是你唯一的 唯一的出路 我講真的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踩大家 我只是說現實 因為克里斯克說話 從來沒有水分 當然 你想著 我有個車牌在那裏開車 這樣就找到飯吃 我有些聽眾跟我說 在香港 他兩位夫妻都有 大學位 很多人都想著 在那裏開車 我都聽過他講過一次 我不知道 駕駛一個半小時 有多少錢呢 我聽說 20多磅 扣到水後有17磅多 你駕駛這些 實在不太多人跟你駕駛的 但是你想想 現在還可以有司機 但又玩無人駕駛 這些歌曲也不能唱 你猜還有得唱嗎 駕駛送貨還可以唱嗎 沒有啦 玩AI啦 這個職業也不長久 我只能跟他講過 一定要做些體育活動的事情 你要人要面對現實 就這麼簡單 要面對現實 所以他的聽眾說 上次在台灣主動積極 去找專業和生意人士 包括本地土親土長 過去了解英國的發展 給他了解一些想和現實不同的地方 為什麼他不問他朋友呢 說真的 你來英國之前 你的朋友也在 你現在是不是要問他呢 我說真的 他住在倫敦 兩年都有 應該什麼都知道 所以他不做足功課 說真的 他真的不做足功課 他條片沒有交代走的原因 只在片中 招商 集塔散議 或者是香港是香港審暴的地方 人能走到那裡 我不知道他能走到什麼情況 真的 真的 那規格不批嗎 不知道 還是覺得來到這裏 找不到一份有專業的工作 不知道 我又可以說一件事 我有個朋友 在建築業也做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豐富經驗 在大學位 在英國也是做裝修的 又如何 他那個Db 是否英國Db 我也不知道 但都是英國做裝修的 又如何 對吧 最重要的是 面對現實 我覺得 說真的 另外 我不說這個名字 今天出片 有講他 所以你有興趣看Coco哥 你今天可以看看Coco哥 他也有講他 因為我Cris 是 我沒有 有時候會看Coco哥的影片 說真的 不是經常 因為不要介意Coco哥 如果你有聽過那篇 我也對你這樣說 不是你的影片不吸引 只是Cris哥哥 不好意思 所以 我將來抽了一些時間 在這裏 我不是說 我不看這裏 但問題 Coco哥今天也是講他 就是這樣說 大家來英國 你要預料自己做的工作 打一大折 對 說真的 有學歷 每個人都有學歷 哪裏都沒有學歷 你要抽得 每個人都抽得 別人都抽得 為何要請阿州人 對吧 一定要做那件事 別人不肯得才會找你 說真的 所以我對於英國 我經常都說 一件事 好像 大家明白了 哈哈哈哈 好像已經停了 不是說你不行 你就算抽得也好 別人都不會 未必會請你 所以 做裝修是你唯一出路 哈哈哈哈 說真的 或者做阿麻索義 都是你唯一出路 這些 不需要 不需要 人士 也不需要 公會 只需要你勤力 但是你會好像勞損 我一開始 跟你說 我去聽眾的家 那兩個人都做阿麻索 我一個肩膀 一個人有網球 我就跟他們說 一定會有這些事發生 但是沒有辦法 你要用體力 勞動換取你的金錢 這是你唯一的出路 我不是我說什麼 這是現實 除非你有人士 又或者 你真的很堅抽 倫敦真的有機會 我真心說 如果你真的這麼堅抽 你可以去倫敦碰一下運氣 就可能會好一點 說真的 如果你去 像克里斯哥 去加拉斯哥 也未必 未必 可以 這方面的工作機會 比香港人 也未必是太多 可能你 做勞動家 就可能會好一點 今天我都跟左手師傅聊天 他都來了二十多年 我都很丟臉跟他說 他說 他說他沒有讀書 他自己說 那天我就跟他說 對你 我真的這樣說 對你 這就是歡迎沒有讀書 肯定去做勞力的人 你看看你現在多麼成功 自己做老闆 又怎樣 一個人帶兩個夥記 走走走走走 做事 我真的這樣對著他說 你在香港 不用指望 每個人都是師傅 你還想有夥記 沒有夥記 沒有夥記 我可以做 這裏就不一樣 這裏就不一樣 這裏就真是師傅 這裏就真是師傅 喊得好人工 說真的 所以 應該是懲罰 如果對我們香港人來說 我覺得 懲罰一些 讀書的人 我倒是這麼想 說真的 就算 就算 你認證了是如何 對吧 說真的 別人請不請你一件事 真的不是我講得灰 這裏就是現實 所以 這兩國 不說了 說今天的內文 真是不好意思 說了十六分鐘 我都說了很久 講英國工作 我講重點 因為我講了十六分鐘 要跟貼英國就業市場 留意國家統計 這是廢話 為什麼呢 難道電腦請多些人 或者馬上去學IT 什麼 學得來 人家都飽滿了 不過他有講 土木工程師 機械工程師 商業分析師 程式員 網頁設計 醫護 平面設計 廚師 那 如果是榜上無名 你就糟糕了 那你自己想吧 然後 隔山打牙打CV 卡巴黎塔 要轉成英國風格 英國有很多 堂上的 你看一下 那些堂有些教我們寫CV PRISCOT 以前我那份工作 說真的 管理很多人 我對於寫CV 卡巴黎塔 我真的很熟 我真的很熟 因為我很久沒有找工作 不過 我寫這些很熟 又是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不懂寫 或者 因為有些人 有些人很少寫CV 又或者Coverletter 不懂的 上多些堂 叫那些人教育 對 這裏應該有些本地的堂 專家 BNO 有些人去上課 改善英文 教育 求職 上網看一下 有的 再不問多一兩個住的朋友 上見求職方法 很有效的 他又說什麼呢 第一 就 Jox Center Plus 我想是一個網址 你自己 上網搜尋 就有很多公職機會 第二 是製品會 上次 曾深哥 上次玩過 很多人 即時 面對 有用 就自己試試玩 直接 混合 我又沒有聽過 所以 我直接說 他建議 自己 本行的公司 來到 直接 遞訊去CV 對方會有機會 以零售為主 甚至可以帶著CV 去湖頭大家 嘩 玩到這樣 記得要選擇清楚 行的時段 不要怕辛苦 也不要挑剔 一定能找到工作 我希望你搞定 有錢人之處是什麼 其實英國有大學院 都有設入畢業新生涯的工作中心 企業有密切聯繫 定期舉辦各項講座 畢竟 畢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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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真的沒有水分 我也不會怎樣 我從來做一個KOL 我從來做一個KOL 我不能做到自己的KOL 當然有些 我先說一些廢話 當然有些聽眾 找我 有時看到 Chris Scott 上次喝茶 有些聽眾 真的很尊重我 很想請我喝茶 又送禮物給我 那我先謝謝你 我真的 我不是貪心 我不是貪心 但是 為什麼我會接受呢 因為我知道 你發自內心送給我 如果我不接受 我覺得我很沒禮貌 我是說真的 我懂得做人 我懂得人情世故 所以 如果不是這麼貴重禮物 我都會這樣說 我就會收的 因為你是用我的收相 送給我的 我一定會接受 有些朋友 知道我是Chris Scott 有時 很主動想和我拍照 我也試過一兩次 因為我從頭到尾 我頻道 我真的沒有 照樣的 但有些人會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我黃了 啊 哈哈 很懷疑 我黃了啊 哈哈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知道我 找到我的照片 有時有些人知道我的樣子 我拍照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被人公開了 黃了啊 為什麼有些人認得我 哈哈 又這樣說 我就不是什麼 一個什麼KOL 來的 所以我自己這樣說 我不是當一個KOL 和大家聊天 做朋友 真的我不是的 很多人覺得自己是明星 KOL 我自己不是的 我只是覺得 一個興趣的分享 和大家吹吹水 一個交流 又這樣說 講得好的 大家多點按讚 多點分享給別人 我的頻道的目的 不是賺什麼錢 我最重點 就是 講一些話 不要太多水分 還有 真的講一些 現時貼市的東西 給大家聽 說真的 好像我最近的客人 都說 他已經來了二十年三十年 他還跟我說 你拍片 講些什麼題目 什麼什麼 我心想 我心想 你也可以的 我真的沒有這樣的時間 我心裡真的想回答他 其實我都不建議 別人做KOL 為什麼呢 浪費時間 說真的 為什麼呢 好像這兩個人都好 我講真的 好像這兩個人都好 很多人看 很多人訂閱 可能很多人看著你出鏡 你是一個明星 這是一個虛榮 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虛榮 我說真的 我真的這樣想 你不要介意 我自己的內心想法 這是我的原則 都不夠我幫到一個人 他肩膀痛不適合 我跟他設計 怎樣 把肩膀左右前後左右 和他修改 都不夠說 他那個 寬關節不適合 腳痛 腰骨痛 和他修改幾下修改 然後 立刻蹲得 沒有那麼痛 說真的 比神仙還快 對 好像最近那個 聽眾還找我 和媽媽一起找我 他說他腰痛很久 然後我就說 他又說 腰椎鑑盤突出 我說 你沒有X缸 他又沒有X缸 移動前後 移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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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不要說那麼複雜 你來我的店舖 讓我搞兩次 可能你什麼事都沒有 我真的這樣說 我剛剛摸了腰 腰肌已經拉得很緊 可能因為腰肌拉得緊而痛 傻猪 不要說那麼多 腰椎鑑盤突出症 我說真的 我為什麼要說這些 我覺得我很享受 我現在的工作 都不夠我 兩三下手制 我搞定了那個人 是嗎 他幾乎深刻 要多謝我 你明不明白 說真的 好像剛剛 跟我們搞個 肩關節 他痛了很久 痛了半年 他也沒有辦法 他也沒有辦法 但怎麼說 要找食 第二 第二 他要找我遲 我搞完 他已經痛了七成 還有三成少少 當然啦 你正在發炎 老朋友 所以我告訴你 一件事 我覺得 工作 有沒有滿足感 這個問題 做KOL 我覺得我的滿足感 不太高 說真的 我沒有他們那種感覺 可能我只有八千人訂閱 跟他們那種 幾十萬人訂閱 差很遠 第二個層次 但我仍然都覺得 我做過自己的工作 意義大過做KOL 所以我經常叫我 如何做KOL 我也沒有做 因為我覺得 我不是靠這件事賺錢 也不是我專業 所以這樣說 再說 再說一個結尾 不好意思 一份工作 一份工作合不合自己做 KOL 我可以告訴你 看看你有沒有投入 去那份工作 你覺得做那份工作 你自己覺得有意義 就算駕駛車也好 說真的 說真的 駕駛車也好 你覺得那份工作有意義 你投入到的 我覺得你應該要做 說真的 一是這樣的 你一定會比其他人 更容易成功 以及更容易去 滿足現在的生活 不會有怨氣 說真的 無論一個Uber司機 也好 一個Amazon的工人 也好 說真的 我跟你說的一件事也好 好像剛剛跟你說 幾件事 跟你說過 如果你要做KOL 或是做KRIS 現在的職業好 我都覺得現在的職業好 為什麼這樣說 很多時候我都可以 設計 如何想和學客 怎樣做 我真的 好像設計師 做這套西裝 量度尺寸 怎樣做 前後 左右 高低 真的 慢慢和他做 所以 好想說 我很享受這份工作 所以我覺得 找工作 最先脫的條件 就是你喜不喜歡那份工作 對 因為你一越喜歡那份工作 你很容易 摸到那份工作 如何做 以及你可以更加深入 更加深入 去 深領神會做那份工作 你會比別人做得更加好 真的 說真的 今天說了這麼多 我不知道能否幫到大家 我又這樣說 KRIS哥的頻道沒有水分 盡量 說多少就多少 因為我始終都不是 電腦奇才 金融財進 又或者生意 什麼生意佬 我不是這些人 我說真的 我說話 聽了我久 現在都聽了兩年 那些聽眾都知道 那句說那句 有時候還會得罪人 其實我好像現在開電影的照片 我不是想得罪他 但有時候說話 聽人言之無心聽者有意 你說沒有得罪人 人家可能覺得不喜歡 說一下也不喜歡 也不記得 所以 KRIS哥可能有很多牙齒 也不記得 所以說完了 今天說到這麼多 謝謝大家 留言給大家分享 拜拜 好 我們